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十位帥哥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現代醫術日新月異 竟發展出如電影情節的移植手術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就要來分享 令人瞠目結舌的醫療史上大突破 三位以人經歷過哪些移植手術呢 今天醫師來告訴我們 有哪些驚人的手術 讓你大開眼界大心驚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看到的是超強配對 醫療技術大突破 幫你找回新人生 怎麼 這看起來好像是醫美的是不是 對啊 醫美是 我想大家想到器官移植 都想到一些重症的事情 比如說患肝 患腎 患肺 心 什麼這些 但其實我們在婦產科 已經有很大的突破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2014年瑞典他們已經 就移植子宮已經成功了 而且已經生下小孩 其實後來好多國家 包括中國 巴西什麼 塞爾維亞 德國 他們都試過 但移植了以後都不能生小孩 因為婦產科特色就是說 你移植的卵巢 移植子宮 要能生出小孩啊 就像四管一耳 你不告訴說怎麼成功 或者結石亂管成功了 可是沒有懷孕 那就沒有意義 而且我們都還要求是 帶回家的小孩才算數 懷孕 要帶回家才算 對 所以這個有一個難度 那後來都不成功 一直到2017年什麼事情 你知道 瑞典有一位女醫師 就那個團隊的醫師 她跑到美國去工作 就美國才生出第一例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知道 她難度其實有相當難度 那卵巢移植呢 其實早在2007年 就有一個美國的這個姐妹 妹妹她做化療 化療的時候 就是癌症嘛 化療有時候打到最後 把那個卵巢打到沒有功能 對 後來就發現 她一直沒有恢復病菌 化療有些時候是可以的 我們有很多臨床病例 發現化療起初以為是不能恢復 後來發現恢復病菌 後來恢復懷孕 我自己手上也有這種案例 那她美國這地 正好她就沒有恢復 這卵巢功能沒了 她等於是進入庭巢 結果她姐姐捐給她 成功懷孕 這是一例很成功的 很多年前 對 2007就發生了 一直到2013年 澳洲他們就做出說 那我們乾脆把卵巢先 先冰凍起來 那之後化療完再把它種回去 那種回去他們發現 也不用種在卵巢位置 種在腹壁上就好了 不是在原來卵巢位置 也成功懷孕了 後來也就是 對 成功了 所以這一例就是比較那個的 那其實還有一個病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可能 受這個困擾 一個病叫 這個可能幾千人幾萬人 就會噴到一味 台灣一直也有 可能幾百人上千人 在受這個困擾 那定義上是說 如果你 你40歲以下 就 就稱為卵巢早期衰竭 那可是我們很多病人是 根本就是30歲 甚至20幾歲 我自己噴到 他已經只有來兩年了 就停了 所以很可能這些病人 就會很麻煩 以前我們都無解了 但現在也有人在嘗試 但是在這個英國 他們有一對姐妹花 姐妹花是 是 妹妹在16歲那一年 居然發生卵巢早期衰竭 那姐姐沒事 姐姐卵巢一直很好 到38歲那一年 她說 不然我 反正我都生完了 不然 送一個給你 也成功懷孕 所以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讓我們省思說 我們看到很多 很多重大器官的那個 可是人類其實也一直在努力 想辦法說 想要自己擁有自己的子宮 自己卵巢的 有些人說 反正我也沒什麼用了 就送給你 你知道像2017年 美國生的那一個小孩 就是說 我剛剛講德州那個 就是瑞典那位女醫師 移居到 換工作跑到美國去 生出來那一個 誰捐給他你知道嗎 這個婦女師完全是陌生的 她只是網路上看到說 有這個訊息有人需要卵巢 她說我家祖中 其實也有人不孕 不然我捐給你好了 就這樣 所以她那個卵巢 是來自一個陌生人 配對成功就說好給你 所以其實 我以前在美國也看過很多 那個代理院母 台灣目前沒有許可 代理院母 她幫忙懷孕的人 是那個不孕症門診的護理師 她說我看到病人 好可憐 可是我又這麼會生 我隨便就懷孕 後來我幫你生好了 我幫你生好了 就真的幫她生了 好感人 其實真的人間處處也溫情 是啊 可是這個卵巢配對 是不是會比一般器官更容易 不是那麼難 對 不是那麼難 對 因為有的器官要配對很難 卵巢相對一樣 但是其實子宮卵巢 都一樣也有排斥的問題 對 不然你看那麼多國家 為什麼一直弄不出懷孕 就是說像子宮移植 那麼多國家都試 可是成功裝上去的 可是沒有懷孕 就是一直還是失敗 最終還是瑞典這個團隊 是最成功的 那他現在在交世界各地 其實我們台灣現在也在努力 就是想要努力 一般都要派去跟他學習 那你也想到這個 剛剛講的是十幾年前的技術 對啊 現在技術根本不得了 卵巢是對 十年前的 子宮是前幾年的事情而已 那志祺醫師請問一下 像我也為什麼生三個 那我已經快 你是要幫人家戴生了是不是 不是 你現在在整理 我不是真的已經很快 他留下聯絡的電話 我很想 因為我快五十歲 我不可能再生了 但像我們這種快五十歲 也可能快庭巾姐的 適合捐嗎 一定要年輕的吧 有 你要捐卵巢的時候 對啊 不行 你捐子宮 一般捐可以 子宮可以 對 所以說對 子宮可以 卵巢一般會限 四十歲以下的 對 其實是越年輕越好 可是越年輕它越不越拿出來 對啊 因為我們講的是活體的 因為這個一般都是活體見證的 有張有幫我們問出了一個問題 是四十歲以下 才可以 其實 如果你要你要不要 根本就要想要三十歲 最好 二十幾歲最好 可是要不到 對 其實我覺得肝臟移植 在這幾年的進步 是非常非常快 剛剛瓜哥一直講到 配對的問題 以前的那個 因為以前在台灣 那個肝 不管是不是肝臟 當然肝臟做最多 因為我們台灣是肝病之國 鼻肝吸肝喝酒一大堆 所以肝酸胎的很多 所以現在在台灣 做肝移植的還是最多力的 那可是以前 為什麼做肝臟移植 我們剛開始前期 發展沒有這麼快 就因為台灣的觀念就是 就算我的親人死了 我也不能決定 把肝圈給你 我怎麼可以 他都已經死了 我還開個大洞 把你的人氣管拿掉 這樣子就不大好 我只是要跟各位講說 現在就算 你假設很有愛心 你願意把你家屬的肝臟 圈出去的話 我們甚至會用那種 事實上我們以前 在做住院醫師的時候 幫那些捐贈者 在縫最後的遺體的時候 大體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縫得比 我縫活人還要用心 雖然他其實接下來就是 要去肝臟館 要去幹嘛 因為他是對他們的一種尊重 所以我才說 其實是蠻鼓勵大家 如果說要幫過世的親人 多做一點福報的話 但是最近因為活體換 活體的遺植非常的盛行 你身上只要有兩個的器官 你都可以活的遺植 你身上有兩個你就捐 你卵材有兩個 你可以捐一個 當然你不可能 像那個心臟 你不可能捐掉 你只有一個 你怎麼捐心 肝臟可不可以 肝臟可以 肝臟你有幾個 兩個 可是你可以捐 為什麼 因為人體 你最多可以捐出去 60%的肝臟 所以只要你的體型夠 那個捐 要捐這個人 那個人的體型不是太大 你60%的肝臟 給他是OK的 你還會再長 你還會再長 但是而且另外就是 現在因為抗牌是要有進步 還有我們分子生物學 越來越進步了 以前大家都說 我就是要捐給你 應該也很難配對成功吧 肝臟不用 只要血型對就可以 所以O型的人 像我們這種O型的人 你就要小心 因為你的我的肝 可以捐給任何人 就好像我O型血 可以捐給你 可以大家都可以 對 我說我睡著的時候 被挖給你 我可以捐給你的 如果一個人出國 不要隨便睡 對 你要不要 其然肝臟不建議大 我跟你講 O型的人要小心 所以A型的人 就可以捐給A型跟AB型 對 B型就可以捐給B型跟AB型 所以如果你是AB型 你就比較安全 O型最慘 O型就很慘 大家都可以用 當然我跟你講 捐肝一般都總捐一次 大家都想說 瓜哥我們一直在講 說肝臟如果切掉 還會再長出來 對不對 這句話是事實沒有錯 但是我要跟你講 比如說你切掉60%的肝臟 你最後長出來的那個60有沒有 不會全部長的 你大概 你剩下40% 那個頂多再長到60% 你的身體就覺得夠用 就不會再長了 所以沒有人說 我身體超強 就知道我一年捐一絲肝 真的長出來 沒有 感覺已經是 就一次 就一次 沒有人會這樣捐好不好 嚇死了 而且現在捐 為什麼活體捐肝越來越盛行 就是因為條件浮漫的太多了 現在只要五等星之內 就可以 五等星之內血行合 有意願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五等星不是說 一定要有血緣關係的五等星 比如說你是 你是我太太的弟弟 你要捐給我 OK 就代表說其實現在這個器官移植 活體器官移植 在我們基礎的進步之下 其實來源已經非常非常的多了 其實像救了非常多人 因為之前我們那個 之前我照顧過 之前我在醫治聽的時候 我照顧過一個病人 他55歲 他就是酒喝太多 喝到最後乾摔解掉 你看他整個臉就很黃 很黃 後來乾功能又一直在掉 在掉在掉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那個組織醫師 跟他講說你這個大概就只能夠 換乾了 他講到換乾的時候 他就說 他也說可是絲乾大概 台灣還沒有那麼多 你要排隊大概等不到 很可能在你掛掉都還沒有排到乾 可以玩 他說這個就是 你去看看你的家裡的有沒有人 可以換乾給你 當然我們 首先優先的還是你 小孩 因為我們知道他有三個兒子 我們就請那個三個兒子來 三個兒子 非常的孝順 我們就很感動 我們約到來門診坛 三個是搶著來 對 搶著來 超準時都坐在那邊 三個都進來都是 我要捐乾給我爸 選我 類似的好像人家打頂 我選我 很踴躍 爸爸是不是很有錢 對 爸爸這個也有錢 很怪 對 這可能是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 因為他們都覺得 爸爸為了這個家做了很多 他喝酒不是他愛喝 他爸爸不是那麼愛喝酒 只是因為他要應酬 喝到整個乾都壞掉 結果大兒子跟小兒子 一個B肝 一個C肝 不能捐 不能 只有中間那個兒子 OK 乾很乾淨 可是太快了 脂肪肝 脂肪肝只要中度以上 抱歉 也不能捐 因為你捐完之後 你太危險 你不能捐 怎麼辦 可是他爸爸的情況 又一直在惡化 就感覺到惡化 他就問醫生說 我爸爸還可以撐多久 醫生說 我們盡量這樣努力 雖然是他現在有點 但是 大概就極限了 我就覺得大概極限 然後他就說 所以我有半年的時間 他說 沒有啦 你到半年最後面 那可能就太差了對不對 對 他說那你給我三個月 我減肥 可以嗎 我幫那個兒子 真的很有利用 三個月 他已經胖了 三、四十年了 他就胖胖了一個 三個月 他減得快要三十公斤 就有點餓 三十個月就減得 我記得是二十幾塊三十公斤 減掉那脂肪肝好超多 然後就捐給他爸爸 宿後恢復得非常好 而且他比以前更健康 因為他瘦了 對 比他捐肝錢更健康 對啊 所以其實現在 這個我們活體患肝的移植 進步之後 其實真的造福很多 其實我很佩服移植聽的 因為很累 但是有個特點 他們 錢也蠻多的 對 我們做那麼多節目 沒有請過 移植外科醫師 對啊 因為他們都躲在那邊開刀 比較閉手一點 什麼意思 你是移植外科醫師 其實我主要是做腎臟移植 那我也幫忙就是 包括我們肝臟跟小腸移植的手術 那我之前在美國 小腸還可以移植 小腸可以 小腸可以移植 但是台灣做很少 因為需要移植的人太少 那你誰要配對嗎 都一樣 小腸也要配對 都要配對 那我之前是在 主要是在美國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去學我們所謂的 多腸器的 那其實我們的大 我們的老師 他就是在幫忙瑞典 做那個子宮移植的 Dr. Andrew Zakis 他非常有名 那我們在 我們在那邊做的時候 就是我們做的所謂 腹腔多腸器移植 是直接我們從食道開始 就直接包括他的胸主動脈 整個砍下來 切斷之後 然後我們把他整個腹腔的腸器 包括他的肝臟 他的胸臟 他的小腸 通通一次整個砍起來 然後從他的主動脈 把它切下來 砍下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種到 那個受鎮者身上去 這是我們做的 整組喔 是整組耶 對...整組砍起來 就是整組把它捲下去 整組整組都移植 整組都移植 好厲害喔 那那個人 怎麼會那麼糟呢 對 那個 我自己碰到的個案是 他是那個 車禍 就是車禍的時候受傷 那個也很嚴重 他整個當時在開刀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做創傷 所以他當時開刀的時候 那整個肚子裡面 就是一打開了 那水就噴光了 然後就把它吸掉了 後來有救回來 但是救回來之後 他的那個 包括他的肚子裡面的器官 通通都一個一個都壞掉 因為他休克比較嚴重 所以很多東西就壞掉 壞掉之後 到最後他開了好幾次刀 最後他的那個 整個腹壁都沒了 整個肚子都沒有腹壁 整個村子旁邊 連肌膜都縮到旁邊 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要幫他做移植 因為現在找到一個器官捐贈者 要幫他做移植 所以我們只要把他那個器官 放進去之後 我們還要把捐贈者的那個腹壁 整個肚子的腹壁也切下來 然後把它移植到那個 受症者的身上 連腹壁都移植就對了 對 病人一個月就出院了 一個月就出院了 一個月活跳跳就出院了 可是你當時有配對過嗎這樣 還是說就是用 有 他 因為他們是血 我們是從血型裡面 我們是從他的協議裡面 去抽他的一些 我們所謂的一個 這叫做 交叉比對 交叉比對它是剛好合適 不過這種情況其實 在美國機會比較多 在台灣大概很難有這個機會 你同時移植那麼多瘴器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美國 我們拿駕照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 你哪天開車撞死的時候 要不要捐器官 之前 之前呼籲大家就捐器官捐贈 對 捐捐 有一陣子 對 那在台灣其實這個機會 就比較少 因為台灣畢竟 這個大愛捐贈的風氣 沒有像歐美那麼盛行 不過台灣就是過去 因為主要做事 只有 才能夠捐器官 不過現在好消息是 我們的政府 他現在衛福部 現在去年底的時候 他就准許我們做 就是心臟死 心臟停止死亡之後 我們也可以捐器官 怎麼做呢 他就是說他針對 所以我們這些生命末期 他就是插了呼吸管 可是他看起來就活不下去了 生命末期 那家屬可能同意說 OK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 安寧拔管 安寧拔管就是拔除 他的這些氣管內管 那也不CPR 這些病人呢 我們就選個量成即時 然後我們就幫他做這些 側管的動作 那側管的過程裡面 等到他心臟停止 我們還要再觀察至少五分鐘 確定這病人已經死透了 死透了之後呢 我們手術的醫師 我們就會衝進去開刀房 講完奇怪 怎麼死透了 對啊 完全死透了 完全死 你這個全身有腦死 他現在講心臟死 要輪理上面 一定要這樣才符合輪理 對 而且我們手術醫師 不可以參與這個撤除的過程 要不然我們可能 自己校長兼狀中 對 那總之我們在手術醫師 就是在確定病人死亡之後 我們就清到開刀房 我們大概只能花五分鐘的時間 你就要從畫刀 然後一直到 我們把他的鼠動脈吊起來 放入他的灌注管 開始灌注那個器官保存液 五分鐘的時間 這樣是最好 這樣我們就有機會 搶到更多的器官 來幫助有需要的病人 還有他們的家了 所以這樣了解他的工作了 他的工作其實一直移植就對了 對啊 剛才中醫師講了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衛福部這個時候 統一心臟停止就可以棄卷了 大家可能聽不出來說 跟以前的差別在哪裡 以前是說 你知道嗎 當你被判腦死的時候 而且還要判兩次 兩次之間還要隔十幾個小時 你的很多器官的功能都壞掉了 就變成說 人家要捐也不能捐了 可是他現在這個的話就會提前可以 而且來源會變多 對 就有差別了 就會取得更多 對 不然你法律等於有跟沒有是一樣 你法律檔案那邊 我們很多事都不能做 另外我覺得我們民眾 對於那個詮釋的觀念要改 我最近碰到一個案例 居然我只是要幫他拿一個卵巢瘤 他接著來跟我說 醫生卵巢不能拿掉 我說其實已經50歲 有這麼在乎嗎 他不是 我怕我去世以後 將來投胎 少一個卵巢 我說你怎麼知道 你投胎一定會變男的 變女生 搞不好變男的 搞不好變成不是人 會少一個卵巢 不是 你為什麼一直認定 你會 你就從事人 所以你為什麼一直這樣想 我看你業障就很重 他出來一直都在意說 那個瘤 只能拿到瘤 卵巢不能拿 我說我盡量都是會這樣做 但是我想說一個50出頭的人 這麼在意 他就跟我說這樣會沒有全屍 甚至有些人不願意捐眼角膜 他說是因為死後以後 投胎看不見 所以我這個觀念 都過度地迷信了 不是 電影拍很多 像木乃伊要把內臟 拿起來瓶裝 對啊 對不對 讓他那麼保存 像太監 他一定要退休 要把寶貝房寶貝帶回家 一起葬才會下輩子有寶貝 你看 而且台灣人拜託 連穿耳洞都說 對啊 很皮膚 是啊 可是很難 很多男生也穿耳洞 對啊 那就很難分辨 下輩子到底要給他哪一套了 其實我們都還是會這樣想 像我手術完以後 我有簽那個器官捐贈卡 然後有另外一個朋友 那另外一個朋友比較胖一點 那我們就在討論 要大體捐贈還是器官 我們就想說還是器官好 因為身材不夠好 我們不要放大體在那邊嚇人 所以我們還是捐 器官捐贈卡 對 我覺得這應該大家都要簽一下 真的 可是你簽器官捐贈卡 你簽了你家屬到時候不可 我們尊重家屬 還是要尊重家屬 可是這個人如果活到89歲 91歲離開 你器官等於沒用 沒有 對 所以像肝臟的話 如果你超過 我們一般的捐贈者 最好就是18歲到50歲左右 而且病人太老 像70歲以上的人 我們絕對不會用他器官捐贈 正教授這兩個 應該是沒有人會找我們 可能沒有用了 沒有 正教授沒有用 還是可以用的 我怎麼會說才可以用 對喔 正教授整個O型的嗎 沒有 之前你記不記得 有一些那個 有一些那個受政者 他也會擔心 他比如說 以前我們這個兒子 他現在這十幾歲 你讓他這個老伯 他都六十歲的這顆心臟 他這樣更能跳多久 因為他就已經很老的心臟 可是他們發現很妙的狀況 是說 當我把這個很老的心臟 裝到年輕人的身上之後 不知道是因為一些 組織的灌注還是什麼 他說 所以老邊因為器官老 就嫌棄他 沒有 我們現在對於 捐贈者的年紀有限制 被捐贈者的年紀也有限制 對 都有限制 對 不然花那麼大工夫 對 花那麼大工夫 他都教的不好也是浪費資源 對 我們心臟移植的配對 主要是看血型跟體重 那這個體重的話 正負不能超過20% 那心臟移植最特別的地方 它是一命換一命 他沒有活體 你沒有活體 你的意思是說 躺著那個人可能70公斤 這個要100公斤 他就不能做 就不喜歡 差20% 要50或90中間 差20% 了解 因為他如果是捐贈的心臟太大的話 那受症者太小 他可能會放不進去 那如果是受症者比較 捐贈者是小心臟 那捐贈者 受症者是大 體積比較大 那心臟就胖不太小 他可能會打鬥 指寸不一樣到的 指寸不合 我們做心臟移植其實我們 心臟外科醫生 我覺得壓力很大 尤其是去取心臟 心臟它有個特色 就是他一定要一直跳 他不跳的話 他就會死掉 所以我們在心臟移植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 會在心臟上面打這個保護液 但是他從取下來到種上去 只能夠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內要把它做完 那這中間其實不 其實縫合對我們來說 不是很麻煩的事 因為天天在做 但是重點是中間還包含了交通 交通的時間是我們最困擾的 我們就是做 我做過一次直升機 從宜蘭到我們醫院 我真的快不好嚇死 我覺得我可能好像是要用我的命態 他心臟頂了 最後一個心臟頂了 另外也發生過就是 因為那個救護 因為太晚了 沒有高鐵 要坐救護車 救護車是個司機大哥 一路一百八兩百 從台南飆回台南 心臟又說不來 常常要緊急煞車跟急轉彎 後面坐前坐 後面的我的學弟常常在睡覺 睡了一半就被飛出去 就撞到 跑到 從救護車後面被飛到前面去 你們當時你們都帶在那個心臟對不對 對 那所以 但也發生過最慘的 就是他在這個交通過程中 發生救護車就 就跟在高速公路上就差轉 就是一次車禍 所以也是這個交通的問題 也是我們心中的一塊痛 所以這壓力事實上是很大的 那我做過一個印象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心臟頂子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的心臟頂子 都會讓人家覺得很不捨 我們之前有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他先天性心臟病 擴大型心臟病變 那就休克 休克後就在醫院 就先放葉克膜 葉克膜先救命 可是葉克膜一般來說 大概只能放七到十天 時間到了還是沒有等到心臟 那怎麼辦 那時候就跟家屬分分心臟 可是人工心臟 在台灣的健保沒有給付 一顆要五百萬 那家屬這爸媽為了救這個孩子 就去湊錢 然後又分給付款什麼 反正就是湊錢 後來就幫他裝了一個人工心臟 他好不容易穩定下來 可是小朋友也很可憐 因為只要有醫護人員一靠近他 他就開始哭 開始害怕 所以我們後來進去看他 也都不穿白袍 就大概慢慢跟他建立關係 後來等了一年多 好不容易等到 然後再換 那現在都已經上國中 那也都跟我們變成很好的朋友 所以這個心臟移植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 以這個案例說 爸媽的大愛非常的偉大 那其實每一個捐贈的後面 也都有他感人跟淒涼的一個地方 所以要請教一下 小孩子裝心臟一定是他的尺寸就這樣 可是他日後慢慢長大 人工心臟他不會長大 可是我們可以調整他的功能 譬如說他現在五歲 他的體重假如說是二十公斤 我們就用二十公斤的心臟功能給他 他慢慢長長長長長 經過五年十年之後 長到三十公斤的時候 那我們那個Pump可以再調整 所以他的功能 怎麼調 要重新再開一次這樣 也不用再開 他就是功能上的設定而已 就像機器一樣 我們做的是骨髓移植 骨癌 骨髓 我們知道骨髓是我們人體 在製造血球的地方 但是因為這骨髓裡面 有很多很豐富的血液幹細胞 其實我們血型不合 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主要是在配對這個 所謂的HLA 就是人類的白血球抗原 因為這個HLA這個是在辨識 我們人體自己的東西 跟外來東西的這個一個 辨識的系統 如果這個HLA不合的話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排斥 所以很多人捐贈骨髓 骨髓 要配對比較嚴格 現在是配對 就是像那個磁劑 他會叫人家去捐 我們知道也是因為磁劑的關係 是是是 但其實他只是衝你的血 他保存你這個HLA的資料 到時候去配對 通常我們會先 從兄弟姐妹先找 因為我們的基因大概是 都是從父母一半 所以大概從兄弟姐妹裡面 大概會有 但我們現在因為少子化 生得很少 所以有時候配對的機會 不是那麼高 這個時候就是要用到 所謂的這個非親屬 就像台灣就是磁劑骨髓中心 那磁劑配到了 過去是真的直接抽骨髓 那現在的技術 我們可以把骨髓裡面的血液幹細胞 趕到這個血管裡面來 所以我們直接從裡面 去抽集血液幹細胞 你就把它趕掉 血管 對 幾代血也是一樣的意思 幾代血過去都是丟掉 那後來發現這幾代血裡面 也有很豐富的血液幹細胞 所以幾代血也可以拿來做這個移植 OK 但是呢 這個我們知道這個要配對 常常要花很多時間 像如果兄弟姐妹之間不合 你要去找這所謂非親屬的 他常常要花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有時候好不容易配對到 那對方可能種種因素 他突然跟你說他不能捐 有人突然懷孕了 他突然生病了 還是什麼因素 他跟你說不能捐 這樣就很晚 很可惜 在過去你如果用爸爸媽媽捐的 但現在我們這個已經可以克服 所以爸爸媽媽也可以捐 對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很少碰到爸爸媽媽 不願意捐給小孩子 當然 對 所以其實捐證者 大家也不用害怕 現在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血液幹細胞 都好像是捐血一樣 從血管就可以蒐集了 所以有人接到電話說 貝瑞上了 大家說這樣還要抽骨髓 那不用害怕 這個其實就在抽骨髓了嗎 這個在蒐集血液幹細胞 可以把血液幹細胞 從骨髓趕到周邊血液 所以就你好像就捐血一樣 就可以收得到 所以現在大概超百分之九十 都是這樣子來蒐集 像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他十六歲的男生 他被診斷是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他病情一直不是很穩定 對傳統化學治療不是很好 剛好又是毒子 所以我們就同時做化療 又同時趕快先去找慈濟那邊 但初步看起來 好像又找不到很合適的 那我剛剛提到 跟他爸爸談過之後 他爸爸說好吧 那就用爸爸 因為他的病情大概也不太能等 那後來我們 就用爸爸捐的血液幹細胞之後 他也運氣算不錯 順利就移植了 那現在追蹤超過一年 身上也找不到 那個所謂的這個癌細胞 還有更好的是 甚至可以把那些抗排治療 都可以停掉 就是一大進步就對了 是 其實我們泌尿科最常做的 還是屬於腎臟移植的部分 那以前當總醫師 最怕接到就是說 今天晚上半夜要換腎 那我們曾經有個紀錄 從台中 然後坐接護車到台東去取腎 這過程只花兩個多小時就到了 因為我們要搶時間的問題 那到了那個地方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就各個器官 裡面已經有心臟外殼團隊 肝臟外殼團隊 以及我們飲料殼團隊 就各個把器官取完之後 放在我們的寶冰箱裡面 然後再趕快回來 這時候我們醫院裡面 另外一個受證者 已經就緒好了 那其實在幕後來講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重要人物 就是 因為器捐的協調師在前置座位 他必須要幫我們做好 這些配對的動作 然後以及說他在前面 就是募集這些器官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做網路上登陸 那另外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之前有一個大概二十幾歲 他就因為得到病毒感染 造成 那最後他終於等到這個腎臟 因為他年紀夠輕 那他等到的腎臟 卻是一個 那後來評估說小朋友腎臟 一顆沒有辦法負擔他的全身 所以後來在這個病人身上 我們就直接種上兩顆 所以這個病人的身上 總共有四顆的腎臟 對 那當然密尿科最近 比較有重大發展的 其實不是腎臟移植 因為這已經很久了 那比較重大發展的是一個 也算是我們台灣之光 一個台藝的醫師 在John Hopkins 就約翰霍普金斯的醫院裡面 他做了一個 就是移植的手術 就是把陰莖跟陰囊 同時從另外一個人移植 到這個人的身上 對 因為這個人他是一個在 伊拉克打仗的美國大兵 他受到砲彈的攻擊 而造成說他會隱布整個受傷 那時候就整個摘除掉了 那當然他回到美國本土 當然是覺得就是意志喪失 因為覺得好像覺得自己 不是一個男人這樣子 後來這個團隊幫他做好 包括說連嬰狼 都一起移植過來 然後讓他看起來外觀如初 然後連肌肉方面 都幫他做了成縣 那他可以挑選嗎 不行 不會嗎 對 你是要尺寸的挑選嗎 超妙的 都可以刪好 不行 說到這個問題 也是因為他必須要有人捐贈 才會有這個東西 那一般正常人 我不可能捐贈給你嘛 對啊 因為我自己還要用陰囊 那不是人交外嗎 可是貝心的不會送陰囊 又送掉了 因為你遺址他還說 這個遺址這個 那就不要遺址 瓜哥你說對了 2006年中國廣州就已經成功 一例因進移植 結果他老婆居然不接受 15天之後又拿掉 是不是很難找的 是不是很難找的 絕策 他說這個他不能 我癥結牌坊 至少你可以尿尿嘛 至少可以真的尿尿 對啊 我覺得他們這個絕策的過程 太巧帥 在過去也有跨人種的移植 就是說在南非的時候 南非黑人他們有一個習俗 叫割禮 成年禮必須要做割禮 但是割禮失敗 而造成說他已經 那後來南非的一個團隊 也是幫他做了移植 但是捐贈者是一個白人 所以就把白人的眼睛 指向到黑人 那真實 黑白配 但是後來這個功能 其實是很好的 但是黑人一直覺得很奇怪 他就一直跟 天生電話很白白的 他回診就一直跟醫師強調說 我是一個黑人 對 但是後來 但是我們衣服黑人沒差 對不對 但是白 黑人 衣服白人就有差 對 但後來這個團隊幫他做了 為什麼感覺不是要差 顏色就有差 然後後來呢 後來幫他做了山後 用醫療級的雷射 去把它刻成黑色 對 後來他覺得對於這個效果 還感到滿滿意的 像我的例子是 我是捐贈給我媽媽 那我媽媽在年輕的時候 我媽媽差不多在我這個年紀 50歲後就開始洗身了 然後她年輕的時候的習慣很不好 就很多現在女生都會 又潔癖 然後就不愛喝水 因為她在上班嘛 就嫌那個廁所不乾淨 她想說 那如果說不要喝水的話 就不會想上廁所 所以就長期憋尿 然後也不喝水 然後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她也不敢去看西醫 然後她就選擇去看中醫 就是一般的藥房 然後把麥以後就是 當然就是不是粉狀的 就是煮的那種重要 那後來我媽媽快要 洗腎前的時候 她那個軍醫就體檢 就說 那個軍醫都被嚇死了 小軍醫說 不好意思 你應該要去醫院檢查了 因為你抽出來的血 已經是粉紅色了 就幾乎是沒有顏色的那種 很淡的 所以我媽那時候身體 都很不舒服 她都不敢講 然後她還是不肯去醫院 那只有到處就是 廟宇 公廟這樣跑 然後跑到最後一次 那時候我媽媽已經走不動 是我爸背她上去的 之後連那個師傅都說 你這個 不要啦 趕快去醫院 然後我媽那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反抗了 所以我爸就趕快把她背 背到醫院去 然後當天抽血 就發現她的那個 其實很差 所以我就看了很辛苦 她本來是血液偷襲 後來改成父母 就在家裡面自己換 換了剛開始是不錯 可是後來就常常會堵住 然後就是感染 那後來我生完老三以後 我就說要捐喔 你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不用擔心排斥的問題 因為我是你女兒的血型 因為我一樣 是絕對可以的 而且我也沒插那一刀 我就是已經生了三個 我都破腹 我說你幹嘛這樣子 怎麼講她還是不要 好 一直到最後 那時候我媽就感染了 很嚴重的霉菌 因為她那個長得很快 就是會讓你腹膜炎 積水這些 然後我就當下就去抽血 其實後來比較慢的就是 社工人員這部分 對 然後是不是你們有買賣 或者是 她要確定你有沒有精神病 有沒有自願 對 或者是你是被逼迫 或者是你想要遺產什麼的 對 就很多 對 遺產這個是查不清楚 對啊 因為我們被可以 就算你真的是為了遺產 你也不會講 對啊 你也不會跟他說 其實是有簽一個契約 沒有 他不只問我 我媽會把遺產的二分之一給我 不是 他也不是只問我 他可能要問配偶 還要問小孩 很多 他都會一直這樣查 最後終於弄好了 大概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 然後就又開始 然後就大概那個手術過程 是四五個小時 開完刀以後 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的腎臟一接上去 你媽媽的尿就有了 出來了 對 很快當場就有了 我就聽了好開心 然後我那時候問了醫生說 那這樣捐完存活率 大概有多久 他就說大概四五年而已了 那我想說我還是要 因為如果不捐的話 我媽就可能就忙就走了 其實我覺得你捐是對的 因為頭上是五年 他繼續洗那個 洗腹膜透鏡或怎麼樣 他生活品質是很差的 對 可是你捐給他 他至少真的就是 他不用一直跑醫院 也不用一直幹嘛 這五年還過得比較多 生活品質差很多 對啊 起碼有看到孫子長大了 感動還敬佩製作單位 怎麼能這麼準 這節目就找到一個捐聖人出來 對啊 很幸福 那也很多年了 他每個打電話說 你有沒有捐過腎臟的 對啊 幸好沒有 沒有 不能來 沒有 不能來 沒有 不能來嗎 沒有 其實我 做單位真是包山包海 對啊 連震子他都問得來 因為我今天來的主要目的 我也是真的希望大家 如果有親朋好友 至親有這種腎臟的問題 你就不會捐 你看一下我捐的時候 是41歲左右 我現在已經是49塊50了 我的身體狀況 外表會老 可是我的身體狀況沒有比較差 所以我還是很好的一顆腎 其實一顆腎就夠用了 對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這是心甘情願 而且就是 對 因為親屬之間 大家真的互相不捨會捐 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曾經就發現 在台灣 我們捐症裡面 大概除了我們是別人捐給的 就是這種施腎之外 其他就是這種親屬肩的 那親屬肩有兩款 一款是跟你有血緣關係的這一款 那有一款像夫妻 這到底沒有血緣關係 所以他們就想 那夫妻捐勝 會不會比沒有血緣捐贈的這一種 會不會育後比較差 結果去追蹤就發現沒有 跟一般真的親屬肩捐的 他的 他們想說奇怪 你自己就沒有血緣 為什麼夫妻間捐贈 還會這麼好 所以有一種說法 有一個台灣也是做移植的醫師 他說我告訴你 你想想 夫妻間如果感情好 長期相濡以沫 早就互相都很習慣了 彼此時間的抗體跟體液交換 然後 可是我跟你講 他就講一個故事 他說一開始他覺得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是感情好的關係嗎 因為願意捐 應該就感情相當好 他說他就看過一對 那一對是這樣子 那個男生女生 就老夫老妻 然後可是其實 感情並沒有非常好 然後一直吵吵鬧鬧 也很多年就沒理而已 可是後來就是 終於受不了了 後來就離婚了 離婚之後 可是這男生本來就一直有 在洗腎 後幾年在洗腎 可是洗腎的時候 就一直講說 洗腎很痛苦 那幹嘛幹嘛 就一直吵著說 他想要換腎 叫他兒子女兒捐給他 叫他太太捐給他 然後兒子女兒 本來就討厭他覺得 沒有出場一天 喝酒做什麼 就已經覺得他很煩 就不想捐給他 然後太太都已經離了 他想我捐給你不可能 可是他一天都很來盧 因為盧他說 你不捐給我 就叫兒子女兒捐 每天盧盧盧 後來我們可能想想說 這輩子送我欠你的 這顆腎如果還你之後 我們就算打拼了 就算打拼了 所以他們還離婚了 他們就 因為辦了登記要等 等 後來可以捐的時候 才沒有的 因為他們其實是貌合神禮 就是為了還你這個人 還你一顆腎 所以兩個根本就是 貌合神禮的夫妻 可是名義上 其實他們已經在一起很多年 結果沒有的是 他說第一個 他們血型可以 因為血型現在配對限制結不高 第二個 他們之前的試驗也是符合的 可是很妙 據說要移植之前 你們會有一個術前的交叉試驗 那他妙的是 最後交叉試驗顯示一個 那醫生就說 你知道陽性反應的意思是 我如果把他的腎 種到你的身體裡 就會引起很致命的 很大的機會 引起很致命的急性排斥 所以你拿了他的腎 你不一定會活 結果你看 後來他們輾轉知道 這個狀況說 原來是為這個 然後他們就在流傳說 你看感情不好 就不要給他搶用 種種不是你的嘛 所以不要為了要人家的聖 給他騙假禮婚 真情真義的就真有用 其實 提議交換是應該是個關鍵 你知道我們那個不應症 有一部分是那個 對那個精神抗體的 就是要使用保險套 就讓他提議沒有交換 所以長期提議交換 可能會讓一些免疫機制 會就剛剛講的說 可能排斥性就下降 我想那如果前妻已經分手很久 十幾年 根本就也不再交換 排斥 對 我就是印象中很深刻 就是我覺得手術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我小時候幼稚園的時候 發生一個事 就是我爸爸那時候 騎那個野狼125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就去喝喜酒 你知道小女生喝喜酒 一定就是白色褲 跟白色的皮鞋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反正喝完喜酒 我就睡著了 我在摩托車上面睡著 然後睡著之後 我的左腳 我的左腳的後腳跟 就被那個摩托車捲這樣 捲 然後我自己有嚇到 我自己醒來有嚇到 只是覺得 但真的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他們就送我去醫院 然後醫生就說來不及打麻醉了 就是這一定要直接縫 但其實我沒有傷到骨頭 但是我就是已經皮開肉戰 然後一直噴血一直噴血這樣 我媽媽就說什麼 她也有做了一個什麼 然後移植給我在那個地方 就說醫生怕什麼不好看 那我就印象好深刻 是因為那時候我很小 然後醫生縫的時候 我都已經痛到不知道她在縫 然後我只有聽到 我媽媽就是一直很驚恐的說 她也要就是什麼皮膚什麼的 所以因為我現在的那個傷口 其實在這裡已經有點 幾乎看不太出來 所以但是其實以前這裡的那個 就是我覺得那個手術 其實真的很厲害 就到現在其實已經看不太出來 不過應該是妳自己的皮 不可以不可能從媽媽那邊 真的喔 應該是 之前有一些是從頭皮這附近 可是她小時候沒有用我的 因為皮膚是全身最強的女人習慣 妳知道別人的皮移到妳的身上 一定會排斥 妳應該碰到一個很好的醫師 好好幫妳 真的嗎 很美耶 妳說真的 那是美的嗎 矽形外科目前有發展兩個移植的技術 一個是臉部的移植 就是所謂的晚看電影那個變臉 其實現在都做得到 真的可以變臉了 妳的臉弄到我的臉 真的可以 基本上瓜哥穿的衣服 拿來我的身上穿 看起來又不太一樣 不會說從另外一個人的臉 然後移植到我的臉 因為我的骨架 這個我們知道 因為淘寶買下來的衣服 淘寶的模特兒穿都很美 我們穿到她的衣服 淘寶的模特兒穿都很美 淘寶的模特兒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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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排次藥沒有那麼進步 那很多的移植過去的皮膚 都會壞死 那現在因為顯微手術進步 抗排次藥進步 所以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換臉的情況 對 那為什麼會做到需要換臉 那就是一般 例如說她 有的人有那種神經纖維流 然後整個臉是垮的 然後她沒有辦法見人 或是在國外有些人拿槍打自己 那她被救活了 那她的骨頭 包括她可能 她鼻子也沒辦法呼吸 這個時候就會去找 找人家來捐贈這個臉 然後幫她換臉 手術其實就我們台灣的 整形外科技術來說 並不會很困難 但是最困難的是 對啊 因為捐了臉以後 無臉捐了 對啊 要怎麼捐 捐骨頭給她嗎 捐的臉跟捐器官不太一樣 你捐一顆腎 那基本上看不太出來 你捐了臉之後 大部分的家屬會抗腎 我把臉捐了以後 所以在台灣到目前還沒有 這個臉部移植捐贈的 這個病患產生 那基本上神經長的速度很慢 大概 所以這個要長過來 一般都要長期的復健 才會讓你有表情 才會融入了這樣變自然 對 才會比較好一點點這樣子 另外在整形外科 我們目前還有在做 台灣有做過那個兩個前臂 兩個手臂 就是有一個中山大學的助理教授 他因為得到了 得到了嚴重的感染 然後他拜訓證 登山 登山 然後他嚴重的感染 然後他為了要保命 所以把 對 那基本上 基本上腳 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的抑制非常的方便 帶了抑制以後 其實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還可以去跑那個白米 白米曬跑跑得很快 可是帶抑制的手 它是沒有感覺的 基本上他沒有感覺 然後他沒有辦法 做一些更精細的動作 我們也可以找那個捐贈的人 來幫他做整個前臂的遺址 但是這個要跟家屬 要講得很清楚 因為這個是 很長的固件的過程 剛才我講 一個月一公分 對 可是他手臂怎麼接 你原來的神經 從骨頭接嗎 這個就很複雜 因為他除了骨頭要接之外 那些神經 大的神經 正宗神經 沒有前臂的手 要接到這裡 還要這樣 這個其實都不是很困難 顯微手術的技術 在世界是一流的 很多美國的 像我去查一些paper 那些做便臉的醫師 其實都有來台灣 學整型外科 台灣的醫療是非常辛苦 台灣有兩個團隊 一個在高一 一個在靈口長庚 我高一的那個案例 我看過他 他很打麻將 他手還可以抱小孩 餵奶 都可以做 都不是他的手 對 就一直來的 其實人類家人最難的還是 整個頭接過去這樣子 換了身體 目前有人在做 但是都失敗 但是這個東西 因為在台灣 還沒有辦法很大 其實台灣有很多 去做工的人 不小心是喪失了試肢 對 但是這個東西 還沒有很大的去做 是因為這個 試肢移植的手術 事實上在我們台灣 還是屬於 所以還沒有大幅度去推廣 這個要醫院自己去找錢 對 因為是人體試驗 然後必須要有人捐款 然後做實驗 那一般是兩隻手 都斷了才會建議做 因為一隻手可以帶一隻 如果你只斷一隻 大部分的功能都還行 其實皮膚是最強的 免疫最強的器官 就是它 所以你一輩子 都要吃那個很強的抗免 免疫的藥 那基本上這些藥 吃很久 對身體也會有影響 是 所以要好好的評估 你得到的跟你失去的 有沒有 得到平衡 其實皮膚是我們 最大的器官了對不對 真的 醫學是越來越進步了 延續生命的辦法 是越來越多 所以要活著越久 才能見證到更多的醫學奇蹟 祝福大家 長命百歲 謝謝 膀胱主要負責除尿 以及排尿的功能 24小時全年無休的工作 當然我們需要 費點心思好好的保養 正確的膀胱保養方式 包括適度的飲水 適當的時間排尿 不憋尿 如果有貧尿 液尿以及漏尿等問題 在飲食方面更需注意 如柑橘類的食物 咖啡 茶 碳酸類的飲料 以及含有人工肝胃劑等甜點 並會刺激膀胱黏膜 更需減少其攝取量 女性在生產過後 才會面臨到 生產後的尿失禁的問題 可藉由骨盆僵肌肉運動 如凱格爾運動來改善 藉由骨盆僵肌肉縮縮 約四到五秒 然後放鬆 然後重複此循環即可訓練 平衡 中轡 餐性 二組 枝 三組 were 一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